从上一期的东方之珠来到位于黄浦江畔的东方明珠 今天我们要讲述一个温暖而有力量的故事 我们常说命运如果为你关上一道门 必然会再打开一扇窗 但如果说命运并没有网开一面 似乎连那扇窗都关闭了 那当事人该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看一位上海姑娘的选择 我来想您也会来什么 四个月呢 又爱我 我想做一个愿意 能够到他空口口 根本需要老度的你来的 我也要 根本能呢 四个年我送醒来的他 四个年我送醒来的他 是一个人的公安 这个人的奥约 Schon来 一人的奥约 这是一个三口之家的普通早晨 不普通的是 年过七十的母亲 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劳动力 现在是不晚了 我要快点过来起来 我的心也困了还要起来了 老公 我回来了 我晓得了 和阿姨的丈夫和她同龄 是一名患病多年的剑洞症患者 我这个是去基女人 家境随时随时发起来 这个人应该症状 通过去中央的少许控制了一下 基本上不然往里来 结婚了 让她消灵了 那结婚人家呢 我晓得一之路有点 把它方便好像有点悄悄事 当日阿爸晓得是什么毛病 因为那个老舟不经账洋 一刻发的有点苦苦 他无法问什么红尽积入了 每个人都不会动啊 那个人员上出了 鸡看宝宝 啪啪啪啪啪啪 是相当开心 都到公司的人 我到天这儿 拿这个人给扣拼了 能见能爱 都没農了 都没農了 你都快点洗的绿 绿我齿泡去做不了啊 原本父母眼中的健康宝宝樱花 却在长到十岁的时候 出现了和爸爸一样的症状 我记得有一次 因为我在小学 就是大家开玩笑的时候 我有一个同学就模仿我走路 一拳一拐 我说这个我是这样的吗 他们说是这样 我才觉得原来我是这个样子的 后来慢慢就是走路经常要摔跤了 我把他也要死掉 确诊的时候当时只知道是肌肉萎缩 后来就把这个病均确细分到 叫面间公形吸引养不良 间动症的一种 当然我晓得这个毛病 二十两年 这个想踢头来 就把这个病均确定要摔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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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这个病均确定要摔跤了 那我不是害了一种生吗 我跟人家在那儿去 就到此去办一口毛病 上海了就会遇到不经济 到五百岁上去 为日游人家终能摔跤得好 几位是毛病 然后就再去 一开始是走路部一要门 后来慢慢就是走路经常要摔跤了 腿啊 渐渐地它就变越来越细 之后慢慢开始 走路也有点累了 楼梯是不能爬了 然后近几年的情况就是 走路都不太能走来 它差距化很大 有很多人他可能就是得了这个病 但是他一辈子呢 对他的影响也可能就是 手举不到最高 但有一个百分比的致残率 就比如说会像我 现在脸不会像 手举不起来 腰疼 腿不听使唤 需要做轮椅 所以我这个病就属于 寒净病里面的其中的一种 然后我又属于这一种里面 比较严重的那一种 我晓得有这个毛病 我晓得有什么东西 动物肯定就得了 那一生之类 面对命运给出的这道必答题 英华用行动写出了答案 学生时代的他 读书特别刻苦 成绩也特别优异 和阿姨夫妇之间说起来 也难掩心中的骄傲 虽然英华艰难地取得了学业上的成功 转身却发现 命运并没有因此善待他几分 毕业之后找工作 就是对口的工作 基本都找不到 有一些话我听到就是说 这样的人不能进我们的公司 因为有损形象 其实是我成长过程中 比较大的一个挫折 我觉得很爱哭 但是哭很多次同一件事情的话 这个是比较多的 生性要强的英华擦去眼泪 再一次选择向命运反击 然后我才反过来想了一想 就是我专业是不是选错了 我反正也喜欢逻辑性强的东西 我就要去读了一个网络学院的计算机专业 大学毕业后 从头再重新学习一门全新的专业 没人知道英华做过多少努力 而她的父母又为此付出了多少 不过幸运的是 从上海交到网络学院毕业后 英华在残怜的帮助下 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工作 经历初累积开发了 经历初累积开发了 发了老过 一样把清明干就好急了 这次到几岁期 给毕了一个人生 所以等了几个亚区工作 一人进到新加坡工作 华达里亚企业 工作到一天 一日加坡能够在 起来了能够是无知 这迷腔太差 即使在人生最闪光的日子里 英华也清晰地了解自己病情的走向 工作的十二年间 她趁着有收入 生活还能自理 利用嫁期待父母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其足迹更是横跨了五大洲 三十六个国家 也不知道将来哪一天 就不能动了 不能走了 有一句话就叫 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要把每一天过好 所以作为女儿呢 我就希望自己 在有能力的情况下 能够带我的爸爸妈妈 出去看一看 去玩一玩 但在2019年 英华的病情加速恶化 她只能辞去工作 回到家中 曾经的梦想与抱负 都不得不在现实面前 被一一收起 这个是我们到院里去的时候 就看那个就是理疗师 给她这么做 我就学了以后 回来自己给她这么做 每天都要做 头上我还是更加的轮了 轮就觉得吃不饿了 我就出来 五十年 但是我才对你生气了 几日 雪上加霜的是 殷叔叔的病症 也随着年龄的增加 逐渐加重 最近几年 身体越来越差 家掉了起来 手掉了起来 这些容易回过 所以越来越走路 你基本上 没人家撑门了 妇女二人的病情 都在逐渐加重 生活的重担 仿佛一块巨石般 压在了七十岁的 何阿姨尖桃 我现在考了塔塔 做过两个设计呢 妈个车还要戒后后回来 因为这个小花离不开 我所有的不方便 我妈妈都会来给我方便 我妈妈就是我的肌肉 我的力量 这个在那里面切个车 今天这个菜不错 妈妈 它的颜色又好看 那我们现在 一切我得领域 我们的这个 嗯 那西山往好车 那能更加往车 有车 一来车就用一卡了 小姑娘一提要车 几十东西 一个上位要往好 那比方说这份 说这车 一往车都没了 跟她的面分 她有大支笼 行不啊 早上忙到你 嗯嗯 美丽的能干 啊 放起啊 只要醒着 殷华身边 就离不开人 在繁琐的家务和女儿 找帮助的请求之间 何阿姨经常会手忙脚乱 故此事必 阿拉太太也相当辛苦 阿拉太多的 这破烂了两个年 行不定 压道控高尽量行 要控我的 我毕竟七十岁年了 我起来的压 我又给压毛病压毛病 我随便困了 都靠了整个角度 但是我困不好 因为我心急了 为了轮着 我要夸得起来 我就抓紧一切 寄一些空虚的地方 夸得躺回来躺一下 但是给血还是给不好 每天第一个起床 最后一个睡觉 常年超负荷的照料工作 早已让七十岁的何阿姨 身心疲惫不堪 达到了极限 温暖的家庭关系 从来都不是担心到 殷叔叔和殷华 虽然无法逆转自己的病情 但他们也尽可能地 用自己的方式 给予何阿姨支持和慰藉 那么我现在还能够迷强日子 那么现在尽量 来手能够的照顾 是个 结婚了 他这个比较辛苦嘛 我又想想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减平我妈妈的工作量 一老为我 是想啊 一想跟我结婚地 打围起嘛好 跟妈妈弄 弄辛苦 弄药吧好 跟妈妈弄 又在那儿 把打围起打的 包括打一张孩子 我把妈妈弄好 红固的打围起 他们都好伤了 有个人帮我 家伙伴随随随随随随 要留鬼神灵了 跟妈妈弄歪 弄辛苦 不要路了 都休息休息 有个人帮我干过日子 干个小午帮我停 非日子倒过得来无论我 他的牙膏 我养成那个关系 是哪样的 是老小的 我好不想 谢谢你这干个人 死了几岁了 不是 上坑毛病的身体 妈妈已经好 薄牙伤了 那都不一定 说到这个毛病 阿板那儿都要我来 出这个裤子了 那是过夜了 羊儿羊儿 跟地平通是啥呢 阿拉伯子也都要 但是都开心了 我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我宝贝女儿也是最好的女儿 每次亲友来访 是何阿姨最开心的日子 她的笑容会长久地绽放在脸上 感染现场每一个人 你刚刚 你没签到我去的口 这又想我逛了房 你家还是开心的 人家到 有点是跟老早人家比 我狗你 阿拉伯子还可以 交给你再帮忙 我主要狗一个 是我四个个阿姨 他只安眠 因为我都不上次 阿拉伯子的 几个自媒道里 带了家庭 相当相当帮人 创级创联 当人玩了是在普通 阿拉伯子的 阿拉伯子的日子累的 阿拉伯子的日子累的 阿拉伯子的日子 因为我认为他 小年走路的 肯定不方便 阿拉大干的戒指一下 根本有了自媒道里 阿拉伯子的学学 阿拉伯子满他 阿拉伯子弄 阿拉伯子的希望 宝盒子的照片 郭学生 阿拉伯子的希望 阿拉伯子的��画 阿拉伯子是 到了不仅的女性 習也算 Juneline 从马克风 家和万事兴 宝盛 家和万事兴 家和万事兴 说的不止小家,是大家 有点少许这爸有帮忙 你刚听到的非法 他把他送了一个鸯器去 这个邻居是老好 回到那人一出 谁把他拉门 那六十五就到外来 到玉璃先生,六十五拉了去 这块是这些娘物都贵了 对我有影响的,我本来心态还不好 我本来整天真的就是一轮洗面 我现在就稍微阳光一点了 不会那么轻易的掉眼泪了 我要告诉自己我要坚强 为了女儿,为了我老公 我要好好地活下去 好好活着,既需要决心 也需要现实条件 虽然何阿姨一家住进了电梯房 但是居住环境 依然面临着许多无法忽视的困难 我们家的这个门 所有的门都被我开轮椅撞得一塌糊涂 撞得毛了之后 我妈不小心就把她那个手都刺破了 我们家是有五个轮椅 每个轮椅就只能干一样事情 它不能让我自己舒服地坐着 又方便地上厕所 同时还洗头 也没地方放 我爸说我们家需要一个停车场来吞椅的轮椅 我妈妈的帮助 她也能够睡个好觉 我妈妈现在就是我晚上大概十二点左右之后 一次上完厕所之后她才去睡觉 我就特别希望自己能够独立地去上厕所 不需要妈妈的帮助 那她也能够睡个好觉 因为以这个病情来她手部的家众 我这个事情我干了 那越来越辛苦 到阿里提 抬了上来还我懂了 那能够 我干了要弄两个年 再过十年的话我就八十岁了 到中间我弄我懂了 那能够 那能够抵抗这个生活出来 所以怕这需要给它一下 亲爱的妈妈 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 好 谢谢 我是第一次 你能够想想啊 女生真的老苦 她的女人 她的老婆 得了掉毛病 这是她老痛苦的 但是她的家人家家家家家家家 我那能好轻易放弃的 她ensible 最后来想想 想她多 我的爸爸妈妈非常非常爱我 疼我 紧张我 我从小就告诉我自己 我要变得非常强大 只有我变得强大了 等我爸爸妈妈老了之后 我才能够有翅膀 为他们遮风避雨 老天爷虽然不公平 但那又怎么样呢 人活着一辈子 不就活着一点尊严吗 虽然我不会笑 但是一家人在一起 我的心里是很温暖 很开心 心里是在笑的 那么究竟是谁能用改造 帮助这个充满勇气 和爱的家庭呢 来了 你好 本天老师好啊 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老师请坐 请坐请坐 全天做人意的话 大概是四五年前 一番好気になっているのは 正式的病名 教订阅 FSHD 娘和父母 同样的病気 父母还没有使用车椅子 现在还没有 但是可以 基本上有些事都不好 就睡觉 今回の事例は以前の チードンの例とは異なる点があります それぞれ それぞれ進行性の疾患で患者の日常生活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ますが これら二つの疾患は全く異なるものです そして家の規模の規模は今回の場合は チードンよりはチードンよりもかなり大きくて床面積が130平米あり 3つの寝室と1つのリビングとダイニング 2つのバスルームがあります 母親父親娘の三人暮らしですので 床面積は依頼人のご家族にとっては十分な広さだと思います 私はこれらの空間をいかに活用するのかが 今回の改造のポイントだと考えています この床はこの床に入りの後に換鞋の場合 これは鞋箱です これは鞋箱です 鞋箱が太小さが鞋を堆在横台上に行く これ全部お母さんが解除してお二人の靴を履かせているのかな 私がこの間に着くるのもいいですね これはお店のお客さんのものです お店の太小です 今世代は永遠に入りに来ない 彼女は入りに入りに行く 彼女がシーティーを作るのです 彼女はすごく愛しているのです 彼女の作用のかとても良いように見えるので 今入りに来ないように ここに入りに行く それからなくてもお店がない 台を少ないし 而且它肠胃因为不好 所以我每天把餐具消毒 我想买一个消毒柜 这里没地方放 堆得来一塌糊涂 我如果在厨房忙着 他叫我 有时候听不见 所以我们家装了很多的摄像头 就是为了叫我 这个小车因为我现在 把东西一次性取好 放到这个车子上 然后拿到厨房 做完菜 一起把小车推出去 我就省一点时间 这个房间呢 现在就像一个储物间一样的 包括厨房的这些东西 放不下都放在这里 面包机 电饭堡 就很多的锅都放在这里 你看 我吃饭的时候手就搁在这里 如果手没有搁的地方 我就没有办法勾到嘴 所以这里要有支撑的力量 我现在经常要摔跤 我就怕这种玻璃的脚撞到爸爸 现在的身体在下降 原来可以走的 现在不能出去来 真的在家里 慢慢地走动 可以延缓 肌肉 因为这种玻璃的脚撞 我现在的脚撞 也没有手撞 没有手撞 没有手撞 以前不需要 现在开始病情加重 我们最好有 这个像这样的门就太窄了 我的车开 它进行出出 不小心的时候就会把门撞坏 这个是个卫生间 但是这个马桶没办法用 我女儿坐下来太低 那边因为没办法洗头 它不能占时间久 那洗头只能到这里洗 现在为了给我女儿洗头 把浴缸敲掉了 做了一个洗头盆 眼镶 我就给她眼罩搞好 她因为眼睛闭不起来 眼睛闭不起来的 用这个洗 但这个水要放很长很长时间 我们到这个看卫生间 这个这里就是我平时洗漱的 就在这个地方 这边就是我上的厕所 我演示一下说 我平时怎么上厕所的 这样先把它这个搬住 不让它动 它站起来 站起来然后呢 我要过来帮它 它要转过来 这样然后坐下来 坐下来 你这个板都给做歪掉了 地上滑它就站不起来 我给它顶一下 它滑 滑就站不起来 然后我是一般站起来之后呢 就到这边来洗手 我跟我先生睡这里 爸爸妈妈呢 晚上睡觉了 我来上厕所 很影响他们睡觉的 她要小便什么 我还要照顾她 那我就没有办法 经常就睡在客厅里面 她这并需要晒太阳 因为要需要维生素低 我们这一间房间 唯一的一间朝南的房间 这个房间呢 我就到这里就进不去了 太窄了 这是我的房间 这个床呢 平时我就躺在这边 然后妈妈会帮我做理疗动作 顶住 然后起来呢 要慢慢抱 床呢 这电动呢 还是要慢慢帮 就到这个地 就到这个位置了 我还是用不出力气 但肯定是就觉得挺累的 有的那种床能抬高降低的 这个可以吗 这个是最低 所以它就降不低 除了因病情原因导致的 日常生活不便 房龄建20年的房子本身 也存在一些设施老化的问题 窗台呢就是到了夏天 漏水漏的很多 这个阳台的窗户 所有的窗户全部 也不行也漏水 漏水 全部漏了 这个烟道 在这个里面漏烟都漏出来 就是人家烧菜 我们家都有味道 お母さんは ご家族の中で 一番疲れる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ますし 最も多くの時間を 献身的に費やしています 今回は設計の中で お母さんの負担を 大きく軽減することを 考えています 同時に娘さんと お父さんの症状も 大きなポイントです 単に空間を改造するだけじゃなく このご家族に温かさを注入することです これまでのお母さんの頑張りと 献身に対して 私は自分のデザインの中で 最善策を講じるつもりです 夢想改造家 由麗邦独家冠名播出 麗邦刷新為你 為每一個不同的你 装修四個大工程 建行装修分期信用卡 期待您美美的新家 本省由建築幾排水專家 瑞士吉伯利 特別支持 終於迎來搬家的時刻 熱情的親戚們 也聞訓前來幫忙 この水分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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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分刀的第一步 就是調整房屋布局 在原有的兩個衛生間中 銀華最常使用的主位 和唯一可以用來洗頭的次位 距離銀華的房間 都比較遠 對於日常使用 和輪椅通行 都十分的不便 元々の平面は 大きな問題があります 娘さんの部屋から トイレまでの距離が 遠すぎることです 元々は12.34メートルありました 彼女は胃腸の症状の問題を抱えていて 急にトイレに行きたくなることが よくあります 夜間もトイレに行くことがあります このことが母親の大きな 介護負担になっています 所以授記師決定 將銀華與父母的臥室 進行了對調 日常活動較多的父母 居住在靠近客廳的西側臥室 活動較少的銀華 則住到戴陽台的東側臥室 並將銀華臥室 通向客廳的房門封閉 在2個房間之間 開了一個新的門洞 形成一個連動的套間 不僅方便父母随時看護 也將女兒上衛生間的距離 調整到4米以内 大大縮短的使用距離 除了衛生間的難題 房型的另外一個困境 是廚房通道過於狭窄 不僅冰箱壞了搬不出去 愛做西田的女兒 也只能無奈被攔在廚房之外 更加強烈的建築 而在规划刺位的过程中 本家老师还根据业主的实际情况 做了一个小型的收纳间 至此新的房屋格局确立 接下来的工作是将所有门洞进行加宽 保证女儿的轮椅在空间中 能够顺畅通行 常规的门洞宽度 一般标准为0.75米 无障碍需要达到0.85米以上 在这次改造中 收纪师将门洞拓宽到了1米 避免今后再发生轮椅碰撞门框的情况 就在轻拆完成后 令人头疼的问题出现了 经过现场勘察 收纪师发现 由于房屋房龄较老 家中烟道和窗户 多处都存在漏水问题 真的吗 但是这个是从这里拿到的吗 更大的问题是 它这个烟道是有个洞 有个洞 有个洞 从房烟道坏掉了 上次就是因为漏水 来修了以后 开了一条缝就漏烟 在设计师上门时 业主多次反映厨房有异味的问题 甚至一度把厨房挪到了阳台 设计师联系了物业工作人员 趁着雨天一起到天台 寻找到了漏水点 由专业维修人员 进行了维修评估 进行了维修评估 这些东西是被漏出来的 对 就问题的关键点 现在看来还是在楼顶 那么楼顶我们刚才看的位置 如果把它全部修复 那基本上这个漏水的问题 就解决了 在物业的配合下 维修人员对大楼顶部 烟道上方的烟帽 进行更换 并在设计师的要求下 对烟道周围的露天部分 进行了防水处理 随后施工对对室内烟道 进行了墙体加厚 并用1.2厘米厚度的不锈钢 进行包裹 防止渗水 烟道的漏水问题解决了 但是委托人家 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 渗水问题 急待解决 由于房屋位于24楼的高层 楼龄老旧 每次上海的台风天 家里都会漏得很厉害 为了保证新安装的窗户 不再出现类似问题 本间亲自前往苏州的工厂 对窗户的密封性 进行试验检验 今回の現場は地上24階なので 高い水密性が求められる 这个是我们中国苏州 施工研修所 我们在这个施工研修所里面 对我们的门窗 进行一些水密性的一个测试 我们是模拟 极端的天气情况下 做的一个现场的 一个流水试验 就是水液 全部在这个 对 人潮上面 台风の時みたいな 横からの壁をね 对 对 你看水基本上 全部在玻璃上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 倒鬼内潮里面 都没有水 落水渗水的问题 一一解决后 本件柜室 要着手解决 健康生活的基本要素 空气 水和阳光 由于樱花妇女 主要在家里活动 首先需要确保 家里的空气质量 本件为此特别 引进了专业的六行系统 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 我们整一套设备的 一个运转的一个情况 这边就是新风系统 和调试模块的这部分 像我们的所有的 空调和新风的 它的管道的话 是通往室外的 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真正地模拟 我们整个设备 安装好之后的 一个感受 六行系统集合了 空调 新风 厨师设备 等传统电器的功能 除此之外 它还有个特别的地方 解决了物内安全 健康舒适的空气环境后 商会用水方面 尤其是饮用水 设计师也特别重视 它除了在浸水前后端 都增加了浸水装置 还使用了特别材质的 浸水管 今回は水環境に関しても厳しい要求があります 然而水管铺设工作 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由于在新家使用的水管 因为尺寸原因 无法进入电梯 六月的上海 工人们不得不 徒步爬上24层的楼梯 运送水管 电梯太小了 全部都是楼梯运上来的吗 对 因为三米茶 电梯二十二米五 才能上得来 设计师通过布局调整 将樱华的房间 挪到了有阳台的南卧室 有利于缓解它 骨质疏松的问题 而为了进一步改善 它的睡眠状况 设计师本间桂石 还在人造光源上 下足功夫 这边的话 这是我们这个 模拟天然产光的一个实验室 从早上开始 就是早晨的1700K 就有空 空房的这样一个灯光 然后升高变满 2300K 就是人造的一个效果 然后到3000K 这样一个 3000K 慢慢的升高 到4000K サーカディアン照明 其实我们应用 节律照明 有两部分的考虑 第一部分是 就是我们在生理上 那节律照明会影响 我们人的这种 退黑激素的这种影响 第二部分呢 是在心理上 能提升人的一个 情绪的一个正面的 这样的一种影响 节律照明 非常重要的是 需要设计师 针对每一个个体 具体的这个空间的 使用者的 生理的特点 心理的特点 来结合提供 相应的一个灯光的 一个节律的变化 至此 本间柜石从空气 水光方面 打造了一个健康安全的 居家环境 希望以居家活动为主的 樱花妇女 尽量减少生病的可能 而她下一步考虑的是 提高樱花妇女 自理生活的能力 进一步减轻 何阿姨的负担 这一方面 本间柜石 是从提升家中的 无障碍受施着手 无障碍受施 最重要的功能 是让使用者拥有 和常人一样的 舒适度与尊严 作为一个成年的女儿 樱花一直渴望 能够自己 如厕和喜悦 减轻母亲的 看顾压力 但家中原有的 无障碍受施 由于尺寸和产品 设计问题 基本形同虚设 设计师本间 专程赶往 无障碍受施的 专业企业 希望能为樱花 夺身定制 更合理的方案 可生这样的 作变辅助器 基本解决了 樱花的 自主如侧问题 设计师还选用了 可以调节高度的台盆 樱花终于可以 自己洗头 解决了原本要躺下 让母亲帮忙的麻烦 但是台盆下方 必须给轮椅 预留出足够空间 设计师为此 特别选择了一款 万象排水管道弯头 那这是我们 吉伯利的台盆 万象式沉水弯 那么因为也是考虑到 这个项目的 一个特殊性 我们需要把轮椅 完全伸到台盆下方 那这样一个万象沉水弯 就可以起到 这样一个作用 首先我们看 这个万象沉水弯 它有五公分的水风 然后它可以完全 贴着墙进行安装 从而把台盆下的 一个空间 完全释放出来 那如果说 对于一个常规的需求来说 有可能台盆下面 也会做一个台盆柜的话 那同样也会把 台盆柜下的空间 完全释放出来 设计师还根据 樱花的做高和使用习惯 为卫生间配置了扶手 和折叠玉凳等设施 但是即便设计师 已经根据设备参数 和樱花的身体数据 对卫生间的布局 进行了充分推演 但最终的效果 仍然需要根据樱花的 实际使用情况 进行微调 为此 设计师本间决定 1比1复刻 业主家设计后的卫生间 邀请樱花试用 并收集相关数据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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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你好 你好 今日の目的は 我々は水回りの模型を 作りましたので 娘さんが自立して 利用することが 少しでもできるように 少しでも楽に利用できるように 手擦りの位置や 機器の選定 配置をですね 検証するために 今日来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嗯 好的 好的 你往哪里来洗吗 我要来洗 第一个碗 哦 嗯 现在有这么多 有这么多 有这么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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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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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手来回转 嗯 那把防抹 让我们防抹 知道的 哦 哈喽 最好就是平的再高一点 平的再高一点也可以 你告诉我大概在什么位置 我调挖筒也可以 这么高差不多 其实跟它差不多高就好 挖筒这么高 不用那么高 就是比它大概矮这么一点 就差不多 就我现在这个位置我觉得蛮好的 嗯 矮就差不多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逆的 这个是逆的 对 这就不影响 我们是逃过来找的 这个是逆的 逆的 逆的 这个是逆的 逆的 我逆的 这个是逆的 OK OK 次洗面化妆带 検証 你 嗯 我这么慢一点 那好呢 妈 使得好吗 可能可以打了 可以打了 明显力 好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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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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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开 要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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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两层门 就没有发来 要分开 这就是两层门 这就是两层门 就没有发来 这个就要小心 就发挥了 不好意思 实验结束后 设计师根据女儿 使用时收集到的数据 对洗手间内的设施 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 娘さんに検証してもらった結果 古い図面から直したのが こっちで どこが違うかというと 手すりですね 標準的な上方手すりを あえて逆にして 手すりの高さを 950にするというのが まず一点ですね 二つ目は便器の高さです これ床置きの便器だと 座面まで400が標準なんだけど それを壁掛け便器にして 500まで上げていきます さらに排水のボタンですけど 便器についていると 娘さんはとても使いにくいので 壁側に移動する これが重要な三点の変更になります 為了保障家中的無障碍通行 書記師专门奔赴寧波的工場 希望能找到一款 方便開關 并且有兼具静音效果的門 ちょうどこちらの建具がそういうタイプなんですけども こちらのここに非接触型のボタンがありまして こういう形の開閉で出入りができます なるほど それともう一種類パターンがございまして こちら側からご覧いただきますと こう人が近づいた時に戻るような設計になっています これがすべてこのスポートセンサーの方で 感知して動くのな そういった設計になっています 随着工程有条不紋的進行 新家的窗戶也開始安装 必要補好 刷緊 ちゃんは要注意安全 窗戶的安装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何处理窗戶和墙体的接縫数 我們留這麼大的一個縫是為了有一個水泥混凝土砂漿的填充 水泥混凝土砂漿填充好了之後 我們在室外側會加一個防水塗膜 防水塗膜完成之後 我們在防水塗膜層上面會有一個最終裝飾完成面 在最終裝飾完成面和我們鋁合金下框接口處 我們再會打一道防水密封膠 這樣做呢就是為了一個杜絕漏水隱患 原間櫻華家中客廳有一面紅色的照片牆 設計師為了保留他們對家的記憶 也希望能繼續沿用這一色彩元素 為此他特意走訪廠家進行選色 同時考慮到櫻華和父母的身體狀況 設計師也選用了更為環保健康系統化的塗裝體系 今回のお客さんは体の状況から考えて 空気環境に関しては非常に高い要求があります 大家都會覺得 牆面保護做到面層保護就可以了 但其實面層保護並不等於層層保護 真正保護環境持久的好牆面需要從底層到面層 所以這是我們比較推薦的立邦升級款的兒童塗裝體系 塗装の下地もより安全なものを使いましたか 是的 這是一個一體化的塗裝體系 從加固到皺瓶到面層 我們搭配使用了兒童彩色加固劑 兒童荔枝膏 兒童底漆和抗病塗兒童漆 從底層就能做到靜位 防霉 抗筋 這些產品都達到了兒童房裝飾用標準 而且兒童期還能進化甲醛 還有銀離子抗病毒功能 對易過敏人情友好 真正做到從底到面提升室內環境 而在新家的衛生間中 特別選用了綠色環保 無毒無味的磁磚膠和水性被塗膠 我們在廚房和衛生間的磁圈鋪梯上 我們用的是一般磁圈膠加被投膠的走火 兩者互相結合 才能減少後期住宿空骨掉卷的風險 同時能做到綠色健康 無毒無味讓業主放心居住 櫻花每天卧床的時間較長 不能靈活地調整姿態 常常會導致身體疼痛 設計師本間櫃室經過艱難的尋找 終於找到了一張設計更為精細的護理床 並邀請一家人來到現場體驗 我們這個它的特徵之一有一個顯示功能 現在這個是最低位25公分 我們加上我們大概床墊是10公分左右 所以您可以比如說根據您的高度是55公分的話 您在40公分左右的時候 您停一下從輪椅再移到這個 這個高度應該是適合於您的 經常背部上升的時候下滑的問題 我們就用一鍵 把它實現了一個為了防止下滑 先把膝部上升 然後呢再把背部上升這樣一個功能 然後到了一定角度的時候 它膝部呢也會下降 這樣的話也減輕了它的一些背部上升式的腹部的壓力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特殊的功能 為了滿足不同的使用需求 設計師還專程選擇了可升降的桌子 方便調到舒適的高度 幫助硬滑支撑手肘 完成一些細小的動作 這個書桌椅它會根據不同的高度 它自己使用的習慣可以調整的 對 而且我們周邊上有電源它這樣便宜它取電 對 您可以體驗一下 它的賴毛度啊 沉重度啊都沒有問題 可以上下做到十萬次都沒有問題 為了保障安全 設計師本間在家中安裝了智能化的監控 及呼叫裝置 並為家中各種設備 設置了語音指令 既方便使用 也減輕母親的照護負擔 這樣對全屋的智能控制 它可以控制開關窗簾 開關燈 然後電視 攝像頭 基本系統裡面的都可以用它來控制 打開布簾 正在打開 這個攝像頭有個關 關掉之後它就開啟隱私了 鏡頭就 鏡頭藏起來 它這有人跌倒 它會給手機發一個視頻 上海的冬天潮溺寒冷 女兒與父親都特別怕冷 數據師為全屋鋪設的地暖 考慮到一家人的家人 三人今后残暖的使用成本 特别采用了非常节能的壁瓜炉产品 为了减轻妈妈日常生活中的家务负担 设计师本间连磁砖的缝隙也考虑到了 防酶抗菌 抗滑耐磨的特点 日常非常好打理 能减轻家务的负担 除此之外 它的抗滑性也很好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实验 一起见证一下 像酱油倒在上面 用毛巾轻轻一擦就能擦掉 非常好打理 拿剪热的东西去滑它 也不会留下痕迹 不会破损 细心的设计师连台盆收编的细节也没有放过 在潮湿的上海 设计师特地选用了一款 防水防霉不易避遍的密封材料 施工进入尾声 设计师本间却仍在未找到一款轮椅 四处奔走 原来 为了满足不同需求 樱花家中一直有着多把轮椅 适用繁琐 挤占空间 而且调换时容易产生危险 但是 设计师最终真的能找到这样一款 万能轮椅吗 旅经三个月 九十多天的时间 从宁波的渔港 经过苏州的水乡 到上海的繁华都市 再到太苍的乡村田野 本间贵市不曾停歇 他的每一次出行 每一次的选择 都凝聚了他深深的情感 与对工作的敬业 在他的眼中 每一个家居元素 都承载了对那经历磨难 却仍乐观坚韧的一家的关心与敬意 付出这么多心血 究竟最终能否得到 委托人一家的喜欢呢 终于要喂起来 老街灯了 干嘛活得 我来开出喂起 那把冬标开出来 你再弄安心要不要好 你都要把日落好 那能开了 那自己 等下我开开些些的钱 冬标没想来 不耐了这想好了 那人家会用这个 计算计案啊 家庭是爱看 你送个带家居 嗯 带家居是什么的了 这个阿拉安妮的外人落汤 好免费叫你干来带家 咖鱼鲁能够来家了吗 没问题啊 因为我只要等了这个 几个月好 那刚才阿拉在两十公里以内 就有鱼子免费 那么母亲等了个 雨来也没带家的事 你等下就到了 哦 干嘛呀 你们好 我是你们的代价 哎呦 不好意思啊师傅 我们迟到了动作慢 没事没事 我们可以免费等三十分钟的 哦 谢谢啊 没事没事 是 应该的应该的 坐好啊 谢谢师傅 那我们出发吧 梦想改造家由丽邦独家冠名播出 丽邦刷新服务 近一百万家庭的口碑制选 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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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起来 我的梦回来了 起来 我的梦回来了 OK 谢谢 谢谢 阿拉起来 我的梦回来了 我呃 我的梦回来了 我印得了 看漂亮啊 漂亮 哎呦 真是 没有想象到 真是漂亮 这个 你怎么老激动啊 这个老激动啊 太美了 好厉害 这个体育得很厉害 哎呦 五岁了 老公弄我她的 哎呦 我就放心就回来了 我她的最弄 我要不要带行啊 我要就好了 我再来带行啊 是呀 我想一下 今天过得老娘 老口伤啊 哎呦 真是不应得了 真是不应得了 真是 没想象当作比辣高 漂亮老娘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好厉害了 我的照片上 洋气得很啊 哎呦 真是洋气 真的好洋气啊 对啊 对啊 我面是和我面是和我面是和我呼吸 哎呦 还能最呼吸红色啊 是啊 太美了 太感动了 要不然那个窗户啊 有凉啊 哎呦 我好快到哪里了 我老子问一样啊 哎呦 真是真是 这儿漂亮了 这儿呢 老子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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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呢 这儿呢 我说话是吧 你那儿呢 这儿呢 更好想念啊 这个地方有个大厚的东方历史 不要让这个厉害了 好厉害 这个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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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漂亮了 正当殷华一家欣喜不移的时候 设计师本建柜氏也来到了现场 你好 本建老师来了 本建老师来了 你好 辛苦了 辛苦 辛苦啊 你好 你好 谢谢你 谢谢你 你好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今天老师还给我们扭这个扶手 我老公进来可以扶着走 我就放心了 提高我的生活质量 对啊 じゃあ一つずつご説明します 好 じゃあ玄関からお願いします まずですね 玄関扉のところに どうしても段差ができちゃうので 緩くこうスロープを作りました 这个太好了 我女儿就是自己可以开了 以前那个很高轮位都上不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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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是玄関 玄関 玄関もやっぱり手すり すごく大事 これやっぱり店頭予防 ご主人もそうだし お母さんもそうですし やっぱり手すりがあまりにもなかった 今回は玄関周りにもしっかりと手すりを作りました であのこっちに置いた椅子はですね 座って靴をこう履き替えられるように用意しました 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 我这个还可以扶着这里 你可以扶着 你可以扶着 扶着 我站起来这里 可以扶着 这个杆子扶一下 这个力士 太好了 太好了 あとこちらがですね 照明のトータルのコントローラーになります なのでお出かけになる時には ここで全部消して 帰ってきたら こちらで付け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年纪大 就有时候 就算拉屎 这样一来 等打開就打開了 对吧 官邪就化 就方便来 就一箭空置 でこちらが玄関の収納です 玄関の収納は当然 娘さんもですね 車椅子に乗ったままも 靴の出しにしやすい わー えー 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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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家老师 細節都给我们考虑到了 谢谢 でこちら お母さんの背中のところにも 玄関収納を作ります でこれの中は 衣類ですね 上着とかを掛けられるように 収納を作ります おー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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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考虑得很周到 本家老师 你看 我女儿过来也可以 人以这里也可以进去 她也可以放些东西 お父さんの えっと 何だっけ 歩行器 歩行器だったり 車椅子だったり おけるように感じて お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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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考虑的周到 我們都沒想到 我可不想不到 我們會有這麼漂亮的家 還有這麼方便的 這麼方便可以使用的 而且還多這麼多收納 真的都想不到 太感動了 謝謝 由於入戶門檻 與地面存在無法消除的高叉 所以設計師在此增加了一個緩波道 方便輪椅進出 貼心地換鞋凳 扶手 以及外出衣物專用的衣帽柜 作為一家人的安全 健康 保駕護航 じゃあ次はキッチンをご紹介します 好 キッチンの扉は引き戸 大きな開口の引き戸にしました 太漂亮了 要做空室修復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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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切菜都沒地上切 おー 真是太好了 我沒想到 我們切的地方 上的地方 料理 他也有很多地方 太漂亮了 真的想不到 真想到 我還可以賺進去 我放麵 這個好 這個好 等你做好多年前 等你做好多年前 本家老師 本家老師來吃 這個好 這個好 高度也很好 然後我搞那個麵 在這裡可以自己改 借的力道 我一點都不用衝好多 這個好 あとこれは娘さんが 台所作業 好 真的是個驚喜 真的沒想到 好人家 真的是太好了 這個方便了 你可以放好多東西 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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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高度也真好 這個高度也真好 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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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家裡想了 幾千幾萬種可能 有多好 怎麼沒想到會有這麼好 這是白色的 是白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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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看 很時尚 很時尚 而且很明亮 很亮 很亮 我們家以前很暗 現在就一下子很亮 比想像當中還要好 這次是 是 二口的水管 一天 最初に 一會 漏水管 一會 都會 我们再担心我们再找火 现在有这个东西了 我们再也不用担心了 还有特徴是浄水器 这浄水器 浄水器是很远的 这浄水器是很远的 就是按一下 它就会自动放到你设置的数字为止 你就不用管它了 不会噴出来 对对对 你不用看 那就好 要不然我老师有时候忘记了 它就自己噴出来很多 还有另外一件事 基本上是 収納的基本是 目的高度から指先到 这边的位置 这里是日常的使用的 但是在这边 这边是工作室内 所以不可能做得到 所以 例如这边 这边 还有这边 还有这边 这边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样 这样就这样 就这样就变成了 那就很简单了 我不要像以前 哪个东西哪个凳子过来爬上去 很简单 很简单 下的収納是 出入的収納 特是三个的収納 一半下的収納 可以放在这里 以前我都没地方放在我家里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都把它搬到阳台去 太感谢本家老师 感谢他感谢 改造后的厨房不仅配备了消毒柜 洗碗机 净水器等健康智能的 除电产品 特别为轮椅高度定制的餐台 也让殷华实现了做美食的心愿 太低了 2番押してもらえれば 上に上がります 2番押してもらえれば 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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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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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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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に椅子はキャスター付きにしたんですけど 一脚だけキャスターじゃないものを用意しました それはなぜかというとお父さんもそんなに体が自由が利かないと これだと捕まったときに動いてしまって危ないので 動かない椅子も一脚用意しました 日常的に水はよく飲まれると思いますので キッチンの浄水器のほかに小型の浄水器を用意しました お母さんはどこに入れているか お母さんはどこに入れているか 何かはどこに入れているか 先給実様です わからない 私はどこに入れてみますが 僕からには多くない そうです ここから何か入ってみても それから少しを等々も 可移动可变化未知的餐桌 不仅满足了日常生活 亲友聚会等不同场景的使用需求 特别为和阿姨增加的一个书写区域 也让她有了属于自己的专属书桌 以前のリビングもこちらの壁が赤っぽかったんですね 今回は赤をベースに改良を加えて D版のマジック塗装を使いました 壁は光の反射によって真珠のような輝きがあります このデザインで温かな雰囲気を演出したいと考えました 今回展示している写真なんですけど Yの字になっているのはこの家のお名前から撮ったものです 次はソファーですけど お父さんがソファーで横になって 夏の日でもエアコンかけないで過ごすのが好きだとおっしゃってましたので ちょっとぜひお座りになってみてください 横にリクライニングのスイッチがあるのです 天井のいたるところにカメラがついているのがわかると思います こちらのカメラは例えばお母さんが外出しているときに 部屋の様子心配だなってスイッチを入れると リアルタイムで見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音もお話しすることもできます それだけじゃなくてこのカメラがすごいところは 点灯センサーがついていて 誰かが倒れると場所と一緒に警報が鳴ります では実験してみますね カメラ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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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カメラを 都可以自由出入 大量的摄像頭摔倒提示 作為一家人的安全性提供了保障 それだけじゃなくてそのバルコニーの収納のほかに これですね これを洗濯物を入れておくカモダース 要打人就打人就打人 越不小太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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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方便了 他可以請我勞動力不得了 下一份見老師 元々開口を更加引き度を広げて 車椅子が通りやすくしました 快進去吃飯 快進去吃飯 快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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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ちらはご両親の寝室を想定して設計しました 特にこだわってあるのは収納で 上下にたくさんの収納量を確保できるように工夫しています おー これがパスドラ おー これがパスド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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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とはこちらもたくさんの収納 以前もかなり物をたくさんお持ちでしたので たくさん収納を作りました これがパスドラ これがパスドラ ただこだわったのはですね ここが凹凸がないことと それから角をですね 丸く面をとっている点です それが車椅子で行き来しやすいためですね ishok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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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假的 我以為你會用手指的手指 很美味 這是以前試過的 Paramountベッド的介護ベッド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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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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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可以 可以 好 我們 可以 我們 可以 就會 想 來 我們 這個 這個 是 現設的 這裡 就是 是 自己 就是像大空的特殊的亮度 但是我躺在船上往上看 是不是就像看天空一樣的 朝起到時 こういう光をたくさん浴びると とても健康になる 謝謝文教老師 其實這個家全体が サーカディアン照明 私がずっと取り組んでいる 健康照明に設定しています 夜ちゃんと ぐっすり眠れて健康になる そういう照明環境、光環境にしています 太感謝了 人生は在家で訓練し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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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絶対の睡眠を改善 じゃあ次はこの部屋の知能化設備について ちょっとご説明します 打開窗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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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ここが来ました この部屋私から announced この部屋は いて静して揺られている いいね この部屋は 私が来たrukturの 時のメッセージでは 改造后的樱花卧室与父母卧室 形成了一个大套间 方便看护的同时 独立上下窗的贴线设计 又让父母的看护负担 大大减少 而充足的采光和阳台区域 更让樱花有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小天地 それでは次にトイレをご紹介します まず検証の時に試してますけど 使用了かどうか確認をお願いします 可以的 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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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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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では 最後に浴室の確認をお願いします 通过测量尺寸后 量身定制的位于空间及设施 英华可以独立完成洗头 淋浴 如测等活动 而智能化的马桶和淋浴设施 也方便了英华自己的使用 大大减少了何阿姨的看护负担 这吧? 这吧? 次は多機能室をご紹介します 中に入る前にもうお気づきだと思いますけど 全ての建具が引き戸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 この滝の室は以前収納物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した ですが その収納物を減らすことなく収納できるように ほとんど3面に大きな収納を作りました ああ 本当に感谢了 这一番很多东西家里就 干净好多了 看上去整洁了 漂亮 ただこのように壁面収納とすると ちょっと高いですね 収納の位置が なのでこう下ろしてきて収納できるんです そうなんですよ この部屋が実はこの家で一番眺めのいい窓がある部屋なんです なので単なる難度ではなくて お母さんが介護疲れで休みたい時とかを ここで過ごしてもらえたら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それとこちらの部屋は将来 愛さんが寝泊まりすることもできるような想定をしていますので トイレもそちらに用意しました じゃあトイレをご紹介します ただトイレはこの便器 この便器は知能化の便器を採用しています ああ 太好了 この知能マト可以自己就是充食 这个太方便了 在看房环节的最後 親朋好友也前来祝贺 この知能マト可以 この知能マト可以 この知能マト是私のマト は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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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主持人施言 也為樱花一家送上了真摯的祝福 お母さ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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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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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же ありがとう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謝謝 danke refuse myös petals これ 当我们走进你们的生活 触摸每一个细微 温暖和真实的时刻 我们深深感受到了 爱的力量和家的温度 希望这次改造为你们带来 更多的舒适与便利 让你们每一天的生活 都充满阳光 愿你们的笑容在此延续 家人同心 其力断金 衷心祝愿 梦想改造家团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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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一番心意 然后里边还有一个乙 这张塔里边有15万人民币 是我们节目组给你们家 全家的 谢谢 谢谢 之所以我们留了一部分 太感动了 是作为你们努力的正义 而这部分是我们向你们 表达敬意和祝福 谢谢 谢谢节目组 那我们希望我更充满失望 谢谢 充满难度 谢谢 我们的所有的努力 我们所有的生活 就是为了要迎接到未来生活中发生的美好 如果没有过去我们的坚持 怎么会有今天呢 真棒 因为英华这个世界充满了爱 太感谢大家了 所以旅行しやすいような 车椅子を考慮 哇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我的女儿生活质量有的一个费率 太细心了 设计师寻找到的这把轮椅 不仅可以满足室内室外两种场景的使用需求 万象旋转的功能 更可以在狭小的居家空间内实现转身这样的难题 而特别改装的椅背高度和绑带方向 则大大增加了使用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好舒服 而且腰也不疼了 就是腰也不受力了 真的好舒服 所以当时说的每一个细节点 本杰老师都听在心里 真的好感动 太感谢你了 我爸妈妈都不一定记得住 我自己都不一定记得住 因为好多东西今天看到了 明天就忘了 等到这个不方便的时候发生了 我想起来了 可能明天就忘了 本杰老师太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本杰老师 谢谢节目组 谢谢本杰老师 谢谢 我们终于 我就觉得我们的生活 真的是彻底地得到了改变和提高 我们太幸福了 妈妈真的是可以彻底解放 我也可以自己自力更生 就是靠自己 我们也有礼物 要送给本杰老师和节目组 其实有一幅画 画的内容是有四十二种不同的文字的家 谢谢本杰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本杰老师 我们还有一份礼物是 这里有六个印章 它每一个印章上是刻的本杰老师之前做过的梦想改大家节目的每一期的名字 一共有六七 感谢本杰老师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家和美好的生活 谢谢本杰老师 谢谢本杰老师 这种素兴的礼物我还没想到这种素兴的礼物 一二三 小天快乐 龙卡装修分期让家轻松变美 本次改造价格是多少呢 广告之后 为您揭晓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 立邦魔术期 每一面都美 本次改造费用如下 硬装十七万五千元 人工十五万五千元 软装及家电八万 共计四十二万元 命运对英华确实不公平 但是对敢于扼住命运咽喉的人 他又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给出回馈 无论如何我们都支持英华继续和命运抗争 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同时善良的英华也希望通过我们节目 将他原本使用过的电动轮椅赠送出去 如果说您正好有这方面的需求 也欢迎通过梦想改造家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和我们取得联系 同时呢在这里我们也有一个倡议 作为数据分析师 英华呢有着很强的工作能力 如果说电视机前的您正好有相关的工作机会 也欢迎和我们取得联系 在这里我们也感谢您对英华一家的支持 感谢您对梦想改造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民间版空间魔法师一手操刀 百年老宅变身三层别墅 那时候就是哭了 全部自己哭 三代六口上演极限生存 楼梯对吧很难走的 我摔过一脚 跟着这个楼梯一起滑下来的 专业级空间魔法师第十次出手 这是十年中间我觉得最复杂的 你说我为你 九月十三日晚 迷宫一样的家 东方卫视敬请期待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欢迎打开网易家居 PC House太平洋家居 不乐会至于影视聚焦 一点资讯 环球在线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感谢中华万年力 Do News 亿多唐APP Frame 达人室内设计网 轨迹从不脱更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